病本第25 本篇论述先后标本问题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 会有一系列症状先后出现 病人来看病 说了好多的痛苦 有先后 有轻重 那么病症治疗从哪里入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却非常重要 林书所讲的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 不只对针刺适用 对康复 用药 饮食的调整也适应 简单的问题常常在一些 专科中被忽略 忽略了这个问题 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病人的健康 甚至出现治疗上的失误 临床越久的人体会越深 最简单的原则上最容易犯严重的错误 甚至会延误病人的抢救时机 关键的机能受到损坏 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这都是因为忽略了本篇所讲的次序问题 先病而后逆者 致其本 先拟而后病者 致其本 先寒而后生病者 致其本 先病而后生寒者 致其本 先热而后生病者 致其本 先病而后逆者 致其本 这里的本核标示 指先核后 就像一个植物先有了根本后长出叶来一样 本指的是先病 一般情况下 无论是什么病 先有了病 然后出现气的逆乱 先致原发病 先逆而后病者 致其本 先出现经气逆乱 后出现的病 这个病可能是一个症状表现 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病造 在中医的病中好多是这样的 比如说咳嗽病 上气病 呕吐病 是以症状命名的病 比如说永久是个具体的病名 所以病相对来说比较肯定 而你 比如说太阳精力 可以出现一系列的经络所过 相关脏腑和部位上的异常 先寒而后生病者 致其本 先病而后生寒者 致其本 这个含可以是微含症状 按照先后顺序治 哪个在先治哪个 哪个是本治哪个 由本生出来的标 致本为主 先热而后生病者 致其本 先发的热 再有了其他的病 先治热病 这里没像含一样再加一句 先病而后热者 先治本还是先治标 就先存疑 可以肯定的是 热为本时是要先治 也可理解为省门 想说了含 简说热 可是同一样 先泻而后生他病者 致其本 必且调之 乃致其他病 先病而后中满者 致其标 先病后泻者 致其本 先中满而后繁心者 致其本 先泻而后生他病者 致其本 必且调之 乃致其他病 必且调之 针灸甲乙经中 是必先调之 比较通顺 有腹泻再生其他的病 一定要先把腹泻调好 再致其他病 比如说腹泻后导致虚劳了 先得把腹泻止住 腹泻后导致发烧 眩运 也是先致谢 再致其他 先病而后中满者 致其标 对中满首先提出致标来 先病后泻者 致其本 这局应该在中满前 先中满而后繁心者 致其本 中满无论是标是本 都是应该优先治疗的 讲完这前面的九句 我们就看出来 一般的病是按照原发病和计发症状出现的先后顺序来治疗的 但出现中满的时候是先治的 特别重视这一个情况 比如上一次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尿毒症 先用的是冰狼四消丸 因为有大便不通 先通大便 再因出现腹胀 恶心 呕吐 肚子满门严重 属用抗生素药物后的副作用 先治腹满 后再治其寒 才有好的效果 有克气 有同气 大小便不利治其标 大小便利 治其本 有克气 有同气 同气就是和它本身一样的气 有的版本是固气 就是本来之气 本脏之气 克气是外来的邪气 比较来看 克气和固气通顺一些 大小便不利治其标 大小便利 治其本 无论是本来的病 引起大小便不利 还是克血导致的大小便不利 首先关注这个症状 不管它是标是本 要先把大小便通利了 然后其他的病 再按照先后来治 终满 大小便不利 首先是要解决的 病发而有余 本而标之 先治其本 后治其标 病发而不足 标而本之 先治其标 后治其本 仅详查肩肾 以一条之 肩指并行 肾为毒行 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 治其本也 病发而有余 本而标之 先治其本 后治其标 病发而不足 标而本之 先治其标 后治其本 有余的时候先泻 不足的时候先补 这就是治病 是基本的先后次序 有余的病 正气上足 先从本到标 按先后治疗 病发而不足 假如说一个病人 不管什么病因引起来的 全身没力气 喘气 吃饭都不行了 怎么办 先打点葡萄糖补充能量 中医怎么办 先喝米粥调养 再开启胃气 正常进食 然后才能治其他的病 如果是肺结核引起来的 得先这样 如果是癌症引起来的 也得先这样 这就是病发而不足 先治标 有的人说虚实夹杂怎么办 什么叫虚实夹杂 这个从道理上来说是不通的 阴阳不调怎么办 凡病都可以叫阴阳不调 是在不同层次上说的 假如说排痰不利 喉中谭鸣 给他补气 让他排痰 病胜的时候 痰都阻塞了 一口痰上不来 能憋死 要先吸痰 这就是标和本的情况 哪个极限治哪个 锦祥查兼肾 以一调之 针灸甲以经中 是锦祥查兼肾而调之 这样更合适 先者病行 肾为毒行 间断性发作的时候 可以标本同志 可以把补的药 和屑的药放在一起 也可以将前后的症状 一起照顾到 比如说 相杀六君子症 以负账为主 就以大量的药单独智账 快通开账满 须得喘不上来气 胸闷 脸白 心慌 气短 动则汗出 独身汤一味就管用 这就是肾则毒行 中满常常导致 小大便不利 或者是小大便不利 常常表现为中满 或者小大便通力 单纯气障也是中满 所以注重腹部的症状 六腹的通 六腹病比五脏病要轻 比经络病要重 感冒 浑身痛 风寒在肌表好治 入腹 肚子胀了 上下不通了 由由可为 再严重 入到五脏去 就不好治了 在六腹是关键时候 这就是讲治疗的先后顺序 轻重缓急 比如说外伤剧烈反应的时候 不能进食 常常导致大便不通 我曾经治过一粒外伤猪网膜下腔出血 昏迷不醒 五天不大便 满嘴里是肝的 舌胎是黑的 舌头是黄的 嘴唇胶干 一副大盛气汤 解下黑肝硬的东西 病人当时醒了 感冒发热 并看到大小便不通 入阳明了 别管中医 西医 以病为主 这是对人来说的 都得用这个法则 先通大小便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 并不是做某课的专家 只关注专业这一小块 是要关注全体的健康 而这都是从全面的健康来论述的 不管是感染也好 还是受寒也好 引起尿猪瘤 对老年人先利尿 插管 灶漏也要先给通下来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别说先给他消炎吧 那就耽误事了 肿瘤引起的 先给化疗吧 不等化疗两天 膀胱就被憋爆了 所以要先通小便 肺感染导致的大便不通 退烧很困难 更不用说肝肾内脏损坏了 肝肾损坏的 吸收胺以后中毒 昏迷都是可能的 中满肠肠是肠蠕动 不行导致肠胀气 也必须得通 大成气汤的半斤后铺 首先是质满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 脊肤症常用方 大成气汤 大柴胡汤 脊肤症 腹膜感染 胆息的感染 蓝尾炎 肠梗组都用大成气 单纯依赖技术是不行的 必须有全面的健康观念 忽视细节 常出大事故 所以这个问题 反复讲了十几句 单独作为一篇提出来 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